印度的经济确实在这两年发展的比较快,TDP增速曾一度超过了中国,尤其是印度在军事方面的发展,虽然印度的航母一拖再拖,甚至到2020年才要再度下水, 但也不难看出印度的军工产业,也是有一定学历的,印度现有的装备可以说,拥有了包括美国,欧洲和俄罗斯等国先进的武器,甚至连F35美国都愿意有条件的出售给印度,整个这一系列的事情让印度人都非常的兴奋,因为他们之前总是和中国比,中国有什么,他们就想拥有什么,中国没有的他们还想拥有, 但是现在不同了,由于经济,军事实力的增长,他们也不满足于与中国对比了,不和中国比,那就是想和美国比,是的,印度人已经开始要和美国做比较了,印度人超美国独立后的70年,远不如现在刚刚独立超过70年的印度,美国现在已经独立超过200年,而当印度建国200年时,也比较比美国强大, 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,印度人的自信不知是从哪里来的,但是他们坚信印度拥有非常多的优秀人才,因为他们的人口多,优秀人才也多,而且印度有很多优秀的人才是在美国企业服务,甚至很多美国企业的高层都是由印度人担任, 所以他们相信,超越美国也仅是时间的问题了,印度通过庞大的人口,尤其是拥有庞大的青年人,因为印度没有限制生育的政策,所以印度的年轻人非,长之多, 这也就给印度的未来提供了无限的空间,年轻人就预示着未来,但是年轻人多并不代表着未来就一定好,就像中国也拥有庞大的人口,但是中国的文盲率却非常的低, 每年有大批的人参加高考进入大学学习,而且中国的义务教育也已经普及,中国的青年人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文化基础,而印度不同,他们还有很多人还在为生存而发愁,更不用说教育了,其实这样的差距,也会导致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, 这两天中国网友对此事的意见也比较统一,网友们都比较欣慰,印度终于开始和美国比了,别老实盯着中国了,虽然这也是调侃,印度的发展也确实有很大的潜力,印度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,但是我们也得看清,中印两国也仅仅是人口数量上相似,其他的包括文化,经济等差别还是很大的,国情不同, 发展的道路也是不同的,包括印度和美国,他们的国情也依然不同,印度盲目的去做对比,那将又会陷入发展的困境,其实最好的发展,还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来看,发挥优势,弥补不足,这才是良性发展的正道。